大家好 特朗普确诊以后 他的医生给他打了一针神秘的巴克的鸡尾酒 叫鸡尾酒疗法的一种药 这个药还没上市呢 特朗普等于是全美国为美国人民实验了一种药 这种药现在媒体上也曝光出来了 咱们看一下这是什么药 特朗普在2号时候住进了华盛顿的李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先前曾在白宫接受试用的美国叫雷杰纳荣制药公司 扔在实验中的抗体鸡尾酒疗法 也被公之于众了 特朗普打了巴克鸡尾酒 该疗法宣称有助于患者在染病之初 大幅降低体内的新冠病毒数量 消息发布后这家公司的股价应声大涨 大涨了3% 该公司的执行董事长 执行长叫史莱佛和川普私交多年朋友 也是川普高尔福救助俱乐部的会员 会员告诉你我这有个药你用吧 有助病出的大幅减少体内病毒数 白宫医生康利周二表示 川普在确诊后接受了雷杰纳荣制药公司的多株抗体鸡尾酒疗法 打了一针 当做预防测试注入后无不良反应 史莱佛表示川普的医疗团队主动联系用药事宜 川普主动要用药了 我们只能说很乐意 而此请求随后也获得了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以及恩慈疗法为由的予以同意 美国好像是得给一个叫恩慈疗法 就是说你不能让患者太痛苦了 你得给他一个恩慈 这样的话他才可以用这个药 美国的医管局FDA其实也同意了 所以川普并没有任何违法违宪 他是经过同意的 他们正准备应付随后可能的庞大需求 我觉得川普真是为商业 为自己朋友两肋插刀 给我用 这广告打出去 如果川普好的话 你说这个鸡尾脚疗法有多少人要用 川普要不发财 谁发财 这为朋友两肋插刀 根据雷杰纳荣公司 29号发布的新闻稿 介绍自家的REGNCOVR 抗体鸡尾脚疗法 结合是两种单株抗体而成 专门用来阻止 新冠病毒感染生物体 注入轻症或无症状 新冠肺炎患者体内 有效减少了病毒和改善症状 在自身对新冠病毒无产生有效免疫反应的患者身上 疗效尤其明显 首批实验者是25个人 275个人 无论一次接受高剂量8克或低剂量2-4克 接耐药性非常好 耐受性很好 缓解了症状的中位数 中位数分别是 中位天数分别是8天到6天 就8天至6天 整个体内的这个病毒数就降下来了 你看啊 川普现在入院已经第二第三天了 第三天 那就说他还有至少是 三到五天 他这个体内的这个病毒数就会下降 咱们就看后续啊 所以未来的一周将是川普啊 未来一周将是川普非常重要的一天 这几天啊 8到第6天 皆比安慰剂组13天减少了许多 所以经过实验了啊 那川普现在后续看啊 那川普也接受了瑞德西韦这个药啊 他也吃啊 在另一方面啊 进驻华特里德军医院的川普 也接受了美国生物之药 叫吉利德公司的抗体啊 实验性抗体 抗病毒药物叫瑞德西韦治疗 该药啊 曾有效改善美国 1月16号确诊的首例病患状况 那尽管目前啊 尚无任何国家啊 上市 但是5月已经成为FDA紧急授权的第一种啊 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 美国媒体指啊 这个克里德军医院内有6间特别病房 为内阁级官员专用的啊 那川普入住的是总统套房啊 71号病房 71号啊 病房号都出来了 套房内陈设豪华 有客厅 有卧室 有医生办公室啊 会议室与餐厅 川普可以在房内直接办公 虽然呢 军医院隶属于国防部 但总统套房只属白宫管辖 白宫管辖 所以保密应该是非常严格的 那这是川普现在这个治疗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从侧面咱也可以看一下 未来的啊 未来的这个三到五天 川普应该是病情的一个非常关键日期啊 如果这三到五天川普的病情没有好转 那我觉得川普就悬了 如果三到五天之内川普的病情稳定住了 体内病毒数量减少了 我觉得川普啊 这个生还的期望就很大了 就几乎就可以告诉你 川普就可以痊愈了 全世界对川普这个病情都很关心啊 毕竟他将影响到整个啊 美国的政治 世界的地缘政治啊